今天我给老铁们讲讲 比亚迪新能源车 领先全球的十大技术 全球这些车企 不管你发展什么百八十年都没有用 想追赶比亚迪至少十年 你都不一定能注意上 这十大技术是什么呢 随着昨天那个云列 那个系统发布之后 你看那个 大家看那个仰望优族出场 这个形象 各手的 他蹦打的 他跳出来了 像谁 像不像狂飙 那个高企强或高企胜 各的瘦瘦的 扭扭上来 来看一下 具体的技术啊 网上有老多老多人讲 这个哪一大堆 我就不说了 今天我讲的是 十大零先全球的技术 全世界车企 难以忘其消灭 这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 刀片电子 这就不用说了吗 非常安全 真次实验都看过 是不是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是 DMI和DMP 超级混动性 比亚迪 比亚迪 今天之所以能够是销令 冠军 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这个DMI和DMP 这个超级混动性 现在把日系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再有两年肯定滚足了 肯定退出中国市场 你看现在 丰田 本田 加日产 三加加起来 差不多能跟比亚迪 打个平衡 慢慢他们就梦落了 知道吗 第四个技术就是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 节省空间的同时呢 还能让这个车身 刚性更稳定 就是安全性更高 第五 ITAC 智能扭矩控制器 有人说比那个 博士那个BSP 还要领先 因为它是那个 根据计算机算法 能那个提前预防 那个哪个车轮 轻覆或者怎么样 就算了 一体的技术 你上网一查 第六 就是比亚迪的 第四方轮边电极技术 这套系统很复杂 如果细讲呢 我还得先学一份 大家上网一查 就都知道了 现在仰望U8U9 四个轮 独立电极 独立驱动啊 你看那什么横着走啊 是不是 原地掉头啊 都是因为这个意识法 而且能爆发出 一千多匹马 在全世界上 只有比亚迪 说还是那句话 其他的世界的车企 难以望其相位 第七啊 根据意识法 就是衍生出来 就是高速爆胎 这个是不是 高速爆胎之后 能平稳的停下来 或者是有一个 甚至两个这个轮胎 不好使了 就是爆胎了 或者是损坏了 它也能走 咱们看那个云脸技术 不就是吗 这个仰望U9 前面那个轮子 已经没有轮子了 这样能走 所以说这个技术 非常牛啊 这安全性提高 这个王总说了 最大的豪华 就是安全 但是它是 因为强大的技术 就是支持的 第八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仰望U8的 浮水模式 这个都已经达到这个IP68级了啊 就这个已经是那个就是比一般的车这个级别防水级别要高的多 然后它有浮水模式 就是像船一样应急浮水模式 记住还是应急浮水模式 不能当船砍 但是也比别的这个汽车要先进 而且它是有专利的这个浮水模式 也是领先全球的 然后第九 第九是什么 比亚迪自己能造芯片 我记 我以前就说过啊 就是假如说 这个西方世界封锁咱们中国车企 唯一不怕的就是比亚迪 因为比亚迪什么都能造 自己也能造芯片 车规计芯片早就能造了 所以说这方面绝对是领先全世界的啊 然后最后第十点啊 给大家透露一下 其实也不算什么命运了 就是固态电池技术 马上据传说 马上就要量产了 一旦量产啊 就比刀片电池还猛 这比亚迪又领先了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这些宠阳外外归舔的人啊 赶紧站起来吧 全世界最好的新农员车都在中国 中国的领头羊销量第一 技术第一研发第一 就是比亚迪 听清楚了吗 所以说咱们已经站起来了 不要再宠阳媚外了 不要再宠阳媚外了 今年四百万的销量 很有可能就达成了 所以说啊 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我有非常强烈的自豪感 持续宣传国产图 比亚迪的高科技 根本尽不下来一样